今天我找到關山 前一陣子說特朗普會被暗殺的 光明卡 謝謝 很關山 不好意思我想問你一點點 好 你覺得上次奧運卡會不會在這個奧運發生呢 首先那張最初期就是日本的災難 因為它很接近銀座馬的地方 但是其實現在有些人推論只是奧運 任何光明卡的預言都不是作準的 因為是我們推斷或者其他朋友的推斷 所以接下來如果是你把卡的意象 就很難會真真正正在未來的奧運發生 所以反而我不覺得 你覺得未必會 未必會 但是因為你始終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因為這套卡是1995年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一個影像 你不能騙的 因為新的朋友 甚至有人 整套卡已經放上去 所以就不跟我們推背陀或者怎樣 我們只能夠有一樣東西 就是把這張卡的影像 如果是到未來的事情發生了之後 才會有一個新的解動出來 結果你都不敢判斷 凡是預言都好 我們不能夠用人的想法來推斷它 而我們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就不會用這個推斷 就是這個究竟是什麼 就是等於很簡單 上帝的預言 不是啊 當年的時間 甚至落茶斑馬斯的預言 都是要事件發生了之後 我們在預言的裡面 找到一些印證 放進去就是這樣 所以就千萬不要用人的想法 不肯預言 到底什麼時候做什麼 我們只能夠用推論 但我們不能夠肯定 不能夠肯定 好 謝謝你 我想問你是有了一套卡嗎 對 厲害 厲害 即使你幾一年開始賣齊 你不斷地儲 不是 我1995年 小孩玩卡的時候 就開始玩 就已經有了 即是特朗普 什麼 戴安娜 那些全部都有了 噢 謝謝你 我也是前陣子看了你 謝謝你 那你就 剛好又 你上次拍的那段影片是什麼 我拍了很多 是嗎 是啊 好啊 那總之多謝各位支持 不要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這裡 嘩好棒啊 多謝關先生 好